木雕佛像作品,探断他的新老应该不难 木雕佛像最难的就是探断他制作的年代 你像这种木雕佛像作品,探断他的新老应该不难 因为这种新老首先就从他本身的物理性质上就能分出来他新老 一般这种老佛像,由于他供奉了几百年 他本身的物理性质从重量来讲就非常轻 也就是说,经过几百年的他自身的风化 再加上他自然的干燥 基本上佛像木材内的水分都已经脱进了 到最后光剩下的木纤维了 因此像这类作品,第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颠的非常轻 他的轻可不是一般的轻 你要是按他本身体积的大小 和现在那种新的那种木材相比的话 他的重量最少得相差五六倍不止 你现在啊,猫的那个木材啊 相同体积的那个木材的重量 如果是五十斤六十斤 那个老佛像的重量也就是十斤 最多也就是十五斤 这么一个大概这么一个重量 对收藏这种啊,木雕佛像啊 他最难的就是判断他那个制作的年代 因为像这种啊,佛教造像它属于是一种宗教信仰性的这种艺术品呢 他本身这种艺术风格的演变呢 就和这个历史上啊,对那些宗教的形象的理解的变化 保持着这种高度一致性的 也就是说每个时代 他都会影响到当时的那些木制造像 他这个制作过程当中都会反映出这些特点 你比如说呀,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木制造像啊 他是从唐代开始制作的 其实从唐代以前呢 在历史的记载当中 已经有记载过用木头制作这种佛像的这种先例了 只不过呀,就是在那个唐以前呢 制作这个佛像,他用木材 他追求的是一种奢侈 他都是用那种名贵的那种木材呀 非常昂贵的那种材料 制作出那种佛像啊 他是供那些少数的像帝王啊 达官贵人呢 所用的那种宗教上的这个器物 而这个唐武宗灭佛之后 采用那种木制佛造像 他为了降低成本 因为这个木材他本身呢 从他那个自身的价值上来讲 相差就非常悬殊 从古到今都是一样 那名贵的木材有可能贵过黄金 那一般的木材呀 基本上随速都可以找到 因此你像武宗灭佛之后啊 采用这种木材制作这个佛像 他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 因此现在呀 就是判断这种木制造像啊 他基本上就是从唐代往下呀 对这些作品进行判断 也就是说他到底是唐代的宋代的 还是元明清的 一般的情况下来讲啊 就是看这种佛造像的这种年代啊 就是通过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通过他的面部表情啊 也就是说他的面部特征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那种开脸 因为这种这个佛像的这种面部的这种 艺术上的这个表现呢 不同时期 他都有自己的那个特征 你像我们国家最早制作的这种佛造像 就是云岗石窟 在北魏早期呀 他还没有迁都洛阳之前制作的那些佛造像 你像那个北魏时期制作的佛造像 就是像云岗石窟的造像 和龙门石窟的造像 只是相隔了几十年 都是同朝做出来的那个作品呢 他本身都有区别 也就是说 他在那个云岗石窟开凿的那个佛像 跟在龙门石窟开凿的佛像 他在那个风格上都能区分出来 在那个云岗石窟时期啊 在那个北魏早期开凿的那些佛像啊 就给人的感觉 非常的这个雄浑壮观的那种感觉 包括他那个造像的那个身体啊 非常的健壮 庞大 这可能和当时那个北魏是少数民族啊 他那种身体强壮可能也有关系 但是他后来迁都洛阳之后啊 龙门石窟当中 你比方说 像那个濱阳中洞当中 开凿的那个北魏造像 他明显的 不管是从他那个开脸啊 到他那个身形啊 还有他那个衣饰啊 就比在云岗时期啊 开凿的那种造像 要清秀文雅的多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在那个云岗石窟开凿的这些造像 被当时的人称为是秀骨倾像 就在这儿啊 就是他从风格啊 就比那个云岗时期啊 开凿那些造像啊 看着就比较的细腻文雅了 但是他们基本的那些风格 你比方说 那个佛像的那个脸型啊 包括那个开脸过程当中 处理他的那个眉骨 和那个发际之间的那种特征啊 还都保留着他同时代的一些特点 因此啊对于这种佛造像啊 他的那个年代的这个判断呢 主要就是从我们所说的 你像他的开脸 衣饰 包括他那个头上戴的那个冠冕 身上的那个袍戴 就是从这些啊 不同时期他表现出的那些变化 对这些作品进行这个判断 你比如说呀 你就拿那个开脸来讲啊 你像那个唐代那个佛像作品呢 他的那个脸型啊 和宋代就有很大的区别 宋代的那个佛造像啊 他那个脸部就表现为 他那个宽和高啊比较等距 也就是说呀 他那个脸啊看上去比较方正 长和宽呢 他那个尺寸都比较接近 而唐代的那个佛造像 那个脸型啊 他就表现为啊 就给人感觉有一种 像那个瓜子脸的那感觉 但是他的额头又特别宽 头的上部啊比较宽呢 下颌的那个部位啊 又慢慢的向你这个收缩啊 给人感觉有点像那个瓜子脸呢 和那个鸭蛋圆那种脸啊 那种脸型啊 看着就让人感觉特别舒服 你像那个宋代的那个佛造像的 那个面部处理的 他就是等宽等高啊 就给人感觉看着比较方正 所以像这样的特征啊 他在每个时期他都有变化 像这种早期的这个佛造像当中 没有的那特征 你得看他出现的那个时间呢 通过这些特征出现的那个年代 对他进行判断 因此就像这些啊 就是随着他这种宗教的这种习惯的变化呀 表现出的一些这个特点呢 他有很多 你再比如啊 他这个佛陀和菩萨身上穿的那个衣饰 尤其是那个观音菩萨 都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佛教当中啊 喜闻乐见的一种形象 你比如说像这种观音的造像啊 在唐代的时候啊 他身上的那个衣饰就特别简单 也就是说呀 在他那个上身的那个衣饰上 除了那个批驳和那个婴络之外呀 很少给他加人为的这种衣饰上的这个修饰 也就是说呀 唐代的那个佛造像 特别喜欢用那种坦露身体的那种造型 也就是说在坦露的这个身体上 给他加上那些批驳 再加上一些婴络的装饰啊 像这样的造像给人的那种印象啊 就非常的深刻 他就体现了一种好像就是人身体的那种 秀美和那种健美啊 都能在他那个造像当中啊 反映出来 而像这种特征啊 越往后世 菩萨身上加的那个衣饰越厚重 你到了那个明星时期啊 那观音菩萨的身体基本上 都让他外面批的那个批驳都给遮住了 甚至给那个观音菩萨都加上那个头上的风兜啊 整个的就把那个观音菩萨整个的身体就被包裹起来了 你像这种变化 他就肯定就跟那个宋代理学兴起之后啊 因为宋代的理学影响了宋元明啊 三个时期的这种这个社会的这个哲学思想啊 他的内涵就是用人的这种解释 解释这种天理 也就是说他对这个天理的解释啊 都是由人的这种道德上的这种理解给他加进去的 他当时就肯定就是对这些菩萨造像的这些形象 肯定就是慢慢的给他加这些要求 从那个唐代早期啊 坦胸露臂的那种形象 越到后期给他加那个衣饰越严重 以至到这个明清时期整个把那个菩萨就都包起来了 看不见他那个身体里一点那个裸露的那个部位 你像那个唐代的菩萨造像啊 他当时啊把这种坦露身体啊 他作为一个很平常的一种艺术上的表现啊 有很多的造像 你比如说像那个女相的那个造像 他故意也都把那肚致都露出来 所以说你像他那个袍带啊 就是他那个上身批驳 下身穿那个锦裙啊 那锦裙的袍带都系在那肚致以下 你像现在的年轻人穿的露致装啊 都属于比较超前的 而唐代处理这种菩萨的形象 他就用那种特别天然 特别自然的那种形式表现 你看他那个锣裙记的那个位置 都在肚致以下 他故意的把肚致露出来 好像就体现对那个身体的那种欣赏啊 唐代的那个菩萨造像啊 他都强调那个人呐 身体不管是面容都特别富台 给人的感觉特别健康 他那个菩萨的那个造像 还特意的都把他那个小斧啊 塑造的都鼓出来一块 好像就让人看了这种造像 感觉他吃的饱 穿的暖的 那小肚子都隆起来 腰有点微弯呢 你像这种特征啊 他只有唐代的时候有 到了这个宋代 他逐渐的 就开始给这个菩萨的那个形象 做这种调整了 你像那个加尔德拍卖的那组啊 就是五代时期的那个观音菩萨造像 你看他那个裸裙啊 那五代离那个唐啊 也就是差这么几十年的时间 你看他下面那个裸裙 就开始向上了 那肚裙就不露出来了 而这种特征 他到了这个后世啊 越往后世 给这个菩萨装扮的 越严实越刻板 所以像这种特征啊 这都属于是在他这个历史的这种 宗教的这种理解和变迁当中 形成的习惯 你像宋代啊 如果你要是发现 他那个牧制造像 你比如说他毯露身体 毯露的特别多 也露的肚琴 但是他那面部的开脸 又和那个宋代同时期的 那个造像的那个开脸 非常接近 那很可能就是辽金的作品 辽金呢 两个少数民族统治的这个年代啊 他对这些这个 汉族文化的故地可能少一点 但是他同时又受到这个 宋代的这种影响啊 他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比如说上身简单的批驳 他露的这个身体啊 但是面部开脸 又和宋代的那个面部开脸 非常的接近 那很可能就是辽金作品 因为宋代那个佛造像的那个开脸啊 就是他那个横和宽的 他比较那个方正 并且他那两道眉毛 开的那两道眉线呢 挨的比较近 有的甚至在那个鼻子那个山根的地方 还把两道眉毛给它连起来 就显那个造像看的就像那种皱子眉头 心事重重似的 你像那个宋代的那个佛造像当中啊 他比较爱使用这种面部表情 他和那个唐代时期啊 那个菩萨那个面庞啊 又圆润又滋润呢 眉心又比较宽呢 包括他那个眼眉的那个眉线 离他那个发地线有比较窄的一种特征啊 就有很明显的这种区别 那你再比如啊 你像给那个菩萨造像当中啊 加那耳饰 你只要看见那耳饰 基本都是元代之后的作品 从元代开始啊 他那个菩萨造像 就开始加那个耳朵上的那些装饰 包括这个明代啊 他也有这种习惯 应该都是从那个元代继承下来的这种风格 所以啊 像这些这个造像在不同时期啊 都会对判断这些作品呢 产生这个影响 一尊木雕的佛造像啊 他到底是哪个年代的 那就必须得看那件作品 他本身的那种情况 来对他进行这个判断 按照各个时期啊 不同时期的那种佛造像的那种流变的表现呢 和他对号入座